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跟各位講 如何進入賽車運動 我會給出幾項建議 第一 先找臨近的賽車場 也就是找你離家你近的 因為你這樣才會有時間過去練習 對不對 方便 時間成本啊 然後或者是交通啊 不會佔你太多的時間 所以我建議找就近的賽車場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希望啊 就是你要買套票 就是月票或是什麼之類的 一次買很多張券 因為它會比較便宜 因為大部分的人可能沒辦法從事賽車運動 可能都是 對吧 所以 我懂 我懂 所以建議啊 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團購 或者是你去加入他們的會員啊 或什麼之類的去取得便宜的套票 可能一次是二十張啊 或是你可以一次買個一百張啊 好好練習 那個分攤下來的成本 就會比較低一點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建議啊 各位去練習的時候一定要有固定的週期 因為它是一個運動嘛 那運動很講究的就是你身體的記憶 所以你不可以就是 喔 這個月好像有開到 下個月沒開到 下下個月太忙又沒開 下下下下個月又有開這樣子 這樣你的技術沒辦法累積 所以最好是每一週可能固定去個一次這樣子 那一次可能固定開個四五場這樣子 那每次都會有累積 都有回饋 所以固定練習是很重要的 因為學習就是累積出來了 好嗎 然後再來就是 我希望啊 就是 各位一定要找人指導 好 例如 因為我覺得啦 我回顧我的過程啦 我以前也是就是自己跑去練 然後也是買了套票 然後也都固定去 可是進步很慢 我前三年啊 每次比賽幾乎都在最後一名 幾乎 好 如果沒有最後一名 那就是倒數第二名 那會倒數第二名的原因是什麼咧 因為 有人比我早退賽 OK 這樣我就不是最後一名 有沒有 聽起來是不是很心酸 因為 沒有人指導嘛 所以你就一直在那邊 死開 死繞 其實這是很浪費成本的 了解嗎 假設你今天你都已經花時間去了 然後你 可能練完一本 二十張 你又沒什麼太大的進步 你也不知道哪裡要修正或哪裡要回饋 那 我是覺得這樣 那個 那二十張的價值就沒有發揮到最大 那我覺得你可以就是找人指導 然後可以省下那些練習的時間 好 這個非常重要 像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就很重要 因為我年紀也不小了嘛 我四十三歲 所以我 時間沒有很多嘛 好 也並不是我快怎麼樣 不是 是 因為如果你有從事這項運動 你會知道說 這個實際上是很耗費體力的 很吃精神反應力的 那當然年紀越大你的體力會越不好 你的精神反應力會越來越不好 所以你要在越短的時間內 把它學起來是越好的 所以我給各位 車友的建議 假設你是像我一樣 很晚才進入賽車的話 我給各位車友建議 你一定要找人指導 因為你找人指導 你會有一個很清楚的反饋 可以直接告訴你 對 不對 好 正確 不正確 這個就非常的重要 好嗎 OK 然後再來 最後一個就是 我忘記最後一個是什麼 等一下我看一下 多抱一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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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你從比賽中 你可以獲得很多東西 去驗證你平常練習的 像現在很多比賽 其實都辦得非常的好 他可能會有耐久賽 爭先賽 像前陣子在西湖 就有辦一個 我上次去比賽的時候 他就那時候就有爭先賽 我就覺得那個就不錯 他又有配重 因為正常如果出租車沒有配重 其實對體重重的人來講 他是很沒有優勢的 而且是很劣勢的 你根本就不想比了 了解嗎 所以他比賽有配重 對吧 然後又有爭先賽 然後又有提供獎金 我覺得這個是個很好的磨練方式 因為比賽進步也會很多 就兩個東西進步最多 你有人在指導的練習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比賽 彼此互相驗證 你會縮短很大部分的時間 OK 這是我的良心建議 走過來的血汗路 好嗎 要聽喔 所以你就可以去報一些比賽 然後藉由比賽中磨練自己 OK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 我記得忘記最後一個 不好意思我再看一下 年紀有點大 會忘記等一下 我知道了 競技車 因為很多車友 他會看就是 競技車 那因為出租車嘛 接下來可能就進入競技車 然後競技車需要準備自己的車子 大部分 那但是少部分是可以用租的 那我會建議如果你經濟沒有那麼寬裕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先租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歡 你也不知道這個消耗會不會帶給你太大的壓力 OK 所以我建議 你可以就是用租的 像西湖啊 K1賽車場就有提供用租的競技車方案 很多車友都是用租的 先去體驗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 也就是你可以租 然後去體驗它 它有很多種方案 你可以直接去洽詢 西湖K1賽車場 好嗎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以前 我開始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是可以用租的 我以前就是直接先買 那如果今天我不喜歡 我不是還要把它拖手 對不對 是吧 這樣是不是比較麻煩 但是你可以先用租的 先去 試試看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好嗎 OK 所以 以上幾點 就是我給各位車友的建議 然後還有就是 我那個線上課程 我要特別講一下 我第一階段線上課程 雖然是用出租車在示範 但是它是適用於所有的車子 不管出租車還是競技車 很多車友會覺得就是 老師開出租車 出租車我OK啦 好嗎 聽老師的話 OK 好好練習 好好反饋 老師會給你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回答 好嗎 然後雖然我用出租車在示範 但是它也是適用於競技車的 好嗎 它這是一樣的 那個駕駛的觀念技巧是一樣的 是沒有差別的 OK 所以我第二階段 我就用競技車示範了 因為我怕等下車友會講說 喔老師都一直叫出租車 它是沒有來回饋的 好就是沒有錄影來 給我看的 好啊老實要講 這個部分非常重要喔 好嗎 因為有反饋才是進步最快的事 不然你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對還是錯 光一個剎車 你雖然你做的動作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從影片中可以判斷出來 你做出來到底有沒有那個效果 這個很重要 好嗎 所以上課 好上線上課程 然後錄影給老師看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反饋 知道意思嗎 或者是你想要邊聽邊吸收知識 你也可以加入會員群組 因為會員群組裡面講的都是乾貨 好嗎 這個也可以喔 你可以慢慢吸收 然後會員群組裡面也可以問問題 因為我覺得問題是很重要 以前我根本沒有人可以問問題 或者是我覺得甚至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那你就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當然我現在是很幸福啦 我現在就是練車隨時隨地都可以知道答案 聽到不想再聽了 OK 因為聽到你也要做得到 對不對 OK 這就是我的心得 跟各位車友分享 好嗎 歡迎有問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OK 那就這樣子囉 拜拜